乌冬战士陷入焦灼 战斗几乎没有停歇 随处可见俄军无人机与乌军防空飞弹火力交织 由于近期内双方都没有在战场上获得重大进展 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了新一轮征召令 要求15万名俄罗斯公民从军 恐怕在为新一波亲乌攻势准备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持续向国人信心喊话 表示来自国际的伙伴会提供他们必要的武器 而他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 如果乌克兰能够夺回部分俄军在2022年攻占的领土 那很有机会让普丁坐上谈判桌 不过对乌克兰战士不看好的马斯克 近日又在X上贴文表示 如果乌克兰继续这场战争 乌国有可能失去通往黑海的重要港口奥德萨 因此他们应该在此之前 竞速与俄国和谈 华语新闻发言之正好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